哈喽 今天我们看的视频又是非你莫属的求职现场 那有一个唐山的姑娘来上这个节目 她的口音非常非常搞笑 讲话处处都带着喜感 所以引得主持人图蕾非常看好 那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视频 张家慧女22岁河北人 河北科技学院本科 财务管理专业 刚大学毕业吧这姑娘 大家好 我叫张家慧 就都于一所准军数号管理的大学 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我是一个自我感觉 说了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唐山女孩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想要寻求一份有关市场类 或者是本专业 或者是企业家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工作地点最好是在北京天津 然后最好能够提供住宿 谢谢大家 啊要提供住宿啊 喝东东就可以了 福磊老师好 干嘛你们都那么在乎 住宿啊 你能从现在开始用唐山话跟我交流 我特别喜欢听唐山话 天爷不是住宿住宿 但是在北京找房子挺困难的 然后我一个女孩子 你说要自个儿住的话 多不就是不安全呢 可是他们那是合族啊 为什么我没有想过这些 我也能接受 和男的合族你也能接受 我相信 那个企业家不会包 我可知道你是有男朋友的人 是吧 是啊 这都知道 咱们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我男朋友把我伺候的可好了 是这么说的 是用的伺候这两个字吗 确实是 你男朋友是公里的 哈哈 公里的 一直把我当主子看 一直把你当主子看啊 怎么把你当主子看 呃就是生活中 全都会沾在我的角度上 给我就是思考问题 然后平时的时候 就是把我照顾的可粥下了 然后呃 陪我一块学习啊 买饭吃饭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陪我就是贪心啊 就各方面吧 给你洗衣服吗 洗啊 我衣服 鞋子也给我刷啊 我想说 主持人团类老师 这是一个求职综艺啊 怎么搞得又像回到那老本行 呃情感综艺上面来了呀 听得出来这姑娘男朋友 对她够好了 真的是 呃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是要想知道这姑娘的自理能力怎么样吧 对吧 毕竟是要跟别人合租哎 如果工作不好的话 可能宿舍呀 或者工作以下的全没了 就得从头开始对吧 好我们继续视频往下看 那你干啥呢 他都干了 我 我学习啊 哈哈哈哈 你说你男朋友最宠爱你的 当妈 找了个妈 就比如说 呃 在就是持续考研那段时间吧 然后就是 每天就是 我基本上都是五点起来吧 然后他们能坚持 比我起的还早 然后在楼底下等着我 五点啊 嗯 坚持了多长时间 就是我考试 就是准备多长时间 他都能坚持多长时间 江慧 那你觉得你男朋友最喜欢你什么 可能是我自然的梅子 你会对她好吗 会呀 这姑娘性格蛮好的 我的天哪 制造一些我们蛮开心的一些笑点 我觉得姑娘的反应力 和情商也蛮不错的 你男朋友今天来了没有 来了 来来来 来说一下你是哪个宫里的 啊 男朋友还上台啊 啊 你介意她说 你把她伺候得很好吗 我不介意 你为什么爱她爱得死去活来 这就是 嘉慧的个人魅力吧 她的魅力在哪 嗯 从第一眼看见她开始 然后我就 想伺候她了 哎呀 想伺候她了 是吧 瞧你这个孝子贤孙的样子 哈哈哈哈 啊 你是喜欢她的全部吗 你觉得她的缺点是什么 她的缺点 你敢 真好啊 要真实的哦 我们都要听真实答案哦 对对 她的缺点吗 就是 想好的 怎么 哎呦 嗯 最大的缺点就是 长得太漂亮了 懒 你对着她的脸说 她的缺点是 对 她的缺点就是 太漂亮了 迷入我了 求生欲太强了 好 其实我觉得 你也好多感谢 你的男朋友 真的 谢谢你对我 一直以来的照顾 希望我们能够 携手一直走到最后 好 嘉慧 我爱你 哇 哇 情侣之间 牵手成功 去隔壁啊 她的个性 或者她的技能方面 有哪些长相 能让这个男人 那么喜欢她呢 我蛮期待的 你今天面试的是 市场方向的助理 和财务相关 是吗 对 对吧 你已经毕业了没有 呃 马上毕业 拿到了会计证没有 初级的 没有 都没有拿到 那怎么做财务相关呢 是做出纳 呃 因为这个在工作中 只要是学习的话 应该都能够胜任 都是来学习的 我们是要来干活的 干过没有 没有干过 以往的工作经历当中 没有一个跟财务相关的 是吧 没有 那我们怎么 那我们怎么敢把 这么重要的岗位给你呢 我问你一个 非常直接的问题 就是说 一般纳税人 和普通纳税人 有什么区别 那个增值税的税点的 税点是多少 知道吗 具体的我忘了 可能因为太久 没有学习这些知识了 江南你研究生考的什么专业 考的是会计 那你五点钟起来 我的天哪 就是连这么基础的都忘了 可能他不太适合财务这个工作 因为财务其实 真的就是因为很多东西 老板他是不懂的 所以他很多东西就直接问财务 或者财务直接就代替他做 所以这个东西 他财务他只能自己懂 才能去帮老板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不是老板 所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所以他才要找一个财务 来帮他处理自己的财 财政问题 所以这个这么基础的东西 他都不会 他怎么能一上来就当财务呢 他助理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选一个更细心 不这么心大的姑娘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毕竟跟钱谈到的东西都蛮 都蛮烦的吧 好我们继续视频往下看 看看下面还会不会 会有人对他做出一点什么样的改变 考研考了那么久 现在这个最基本的会计的一个常识 不知道啊 研究生也是 财务的基本知识你都不知道啊 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看这些 太久是有多久不采考的研吗 但是我那个 就是考的时候没有考那个专业课 所以你到底做会计还是做什么呢 其实我就是 比较偏市场方向的那个 市场干过什么 那考研那么水啊 我之前就是做过很多兼职 做过辅导老师 那个兼职跟市场也没关系 做的都是一些什么辅导班啊 教学生的这些 这样吧 不是有教育经历吗 我问你们 你做家教的期间有什么心得 可能就是全身心投入去帮助那个帮助学生 那你教助理有什么成绩呢 学校学生的成绩有什么改善吗 就是家长们就是都比较喜欢我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又去了那个地儿 你是怎么获得三好学生 先进个人 这一连串奖项的呀 那个先进个人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组织那个全校的那个运动会的时候 得的那个先进个人 可是你现在就变成一个三无个人了 对吧 我没有明确方向 第二我也没有明确岗位 第三我也不知道明确的技能是什么 就是我还希望各位企业家 就是给我一个平台和机会 展现我自己的机会 要求薪资多少 要是提供住宿的话就是五千 负提供住宿呢 八千 我觉得它有点坐地起价 因为它简历上面明明写的是四到六K 有点高哦 你都没有在这舞台上体现 随便去把你的薪酬 哇 从四千到六千到八千 就一瞬间的速度提了 有四千的差距 那可能是我就是 对这个没有那什么 再问你一遍 最低薪酬不低于多少 如果要是提供住宿的话 不提供住宿我们这所有的地方 不提不不谈提供住宿的这些事 有那最好没有 它不是我们的标准 多少 四千 四千 这姑娘没有什么时候会尝 尝试我感觉 她比我还 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我有一些误解 然后我希望就是 跟我企业家能够 给我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 还有三盏的 求生欲望很强啊 刚才 家伙你不觉得很尴尬吗 就是在大家灭灯的时候 然后你有一点像祈求的时候 希望大家 想留着大家别灭灯 给我一个展现的机会 展现的机会早就给你了 当你上台那一刹那 我们大家都在看着你 那你考研的时候 你可以早上五点钟起来 然后一直再去准备 那莱菲尼莫属 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准备呢 要多少钱不知道 干什么不知道 资云有什么技能不知道 一厢企业也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让我们怎么 还要怎样给你机会呢 但是我很奇怪 她要本科要是 如果连一点财务的 技术数字都不短的话 那她怎么考过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姑娘 还是生活在 学校那个生态里面 没有在职场的生态里面 因为学校的生态里面 她不接触到实际的财务 财务的实际操控 其实你到了 任何一家职场的财务 马上就会看到这三张表 我觉得不对 在这个位置上 应聘原来是财务专业的求职者 问这三张表的 有回答得出来的 挺多的 不最简单的就是 你一般拉罪人跟那个 他不可能区分不了的 可能就是写事不清楚 是这样的 在学校的生态里面 他考的不是实操 而是更多的那个 专业化的理论 往里面深扎的东西 不是实操吧 这是你应该了解的东西 18是实操了呀 你学校不教这个吗 这个不可能里面没有的 课程里面绝对不可能没有的 有吗 课程里面有这个吗 有 有啊 我学出去财务 我的东西 我觉得这姑娘其实蛮优秀的 哪优秀啊 我们可以帮助选手 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原则 我们毕竟是一个专业的面试 如果今天的面试 发生在我们任何一家企业 一个应聘会计的选手 过来我们一定会问他专业问题 不会说你刚毕业 你的生态里没有这个环节 所以你可以不知道 一样没有机会的 我们只是拿不同的标准 去衡量这个选手 咱们不要以不同的标准 如果刚才我们说 这些基础的知识 也许就像你所说的 是实操里面才遇得到 课本里面没有 那无话可说 人家自己说了 课本里有 人家回答不上来 专业课这样 你还说他优秀 那你的优秀的评判标准 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姑娘 今天在场上犯的最大的错误 是你根本没有 跳出学校的那个 舒适生态圈 你在职场上 让我们感觉到 是一片空白 其实如果 唯一要为你说这话的原因 就是 也只能说你刚毕业 吴老师说的这句话 都站不住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工作经验 我们只能问学校 然后学校问了 什么也没问出来 那你说让我们问什么 吴老师还帮你说 因为只能 刚毕业的大学生多了 对吧 来了多少个 大家都知道想干什么 然后找工作 那你说还 你还让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都 就很无奈 但是你也不要沮丧 至少你拥有一份 美丽的爱情 如果没有机会 咱就回炉重造 就是 我就是最大的缺陷就是 可能还没有 跳出学校的舒适圈 然后我也没有 联合的这场经验 对自己的那个专业课的知识 掌握的并不牢固 但是如果企业家们 愿意给我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 我绝对会全力以赴 然后我之前 就是学校 是那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 就是平时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独立 然后有专业的 就是自律的那种 嗯 好 第二轮选择许霍林 职场不相信眼泪 男朋友也帮不了你 只能靠你自己 你看啊 今天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 没有料理 你无数次在非常无处的时候 没有料理 他也只能坐在那里 他什么也干不了 他不懂会计 除非你说 我不工作了 你养我吧 否则的话 他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得靠自己啊 好吗 嗯 你现在唯一能帮助她的 就上来牵着她的手一起走 我养你 嘿嘿嘿嘿 这话不该在这个时候讲 我应该懂 我说的 我说的是 我是跟她说 她最多能养你 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时候 说的话 你等于就把她灌的 以后就什么也干不了 其实她并不想被你养 她也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天空 男人跟一个女人说 我养你的时候 这本身 这句话 就是对女方的不尊重 你要做的 应该是监督她 让她赶紧 在职场当中 恢复一定的职场能力 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你们俩共同的 来经营将来的 那个小家才是 不愧是情感导师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再见 好 视频到这里就看完了 以我一个 差不多也刚毕业的人来说 她刚出入社会 我就觉得 首先她没有明确 自己的工作目标 她的很多理论 只是确实就让她 表现的那样不够硬 这种东西怎么能 记不住呢 还有一点就是 她又希望可以包住的 然后又怎么样 这样子就证明 她虽然说 军事化管理下面 她可能一些 自律能力挺好的 但自律能力挺好 不代表很多东西 社会上她就能行 我自律能力好 我能找房子吗 我自律能力好 我能怎么样 就是节省时间 或者说 怎么样让自己生活 过得更轻松吗 这不可能的呀 这自律能力 没有什么用啊 所以她还是 缺少一点社会经验啊 多来这世上 就是社会上面 闯荡闯荡 多破摸几个币啊 很多东西 咱们就懂啊 怎么样 老板喜欢怎么样的人 自己应该怎么样表现 就是都会懂的 我也希望她将来前途 可以前途伺景啊 我也希望她将来 可以翻风顺啊 前途伺景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